別人也會搜尋得到 可以讓別人不搜尋得到 喔 原來是這樣 阿老師 小八 那個妳有耳機嗎 耳機 需要耳機嗎 因為耳機的話聲音比較不會回溯 好 我試試看 好 這樣聽得到 沒關係 喂 這樣聽得到嗎 我聽得到 OK 很好 我調一下聲音 好 老師妳可以再說話試試看嗎 好 這樣聽得到嗎 等一下妳可以看 在講的時候可能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那個鏡頭會比較好 這樣子 對 就直接 對對對 好 OK 所以這樣是可以的嗎 OK 後面有個電風扇再轉來轉去 還好 但是它沒有收進來 對 聲音 我聽不到妳的電風扇的聲音 應該還好 畫面上會轉來轉去 會 拿到旁邊好了 OK 好 而且我們其他的錄影的 還有走來走去的 對 好 我們這邊是那個聯合辦公室 我知道 農政的電話我拔掉了 但是就是其他的組織的電話 可能會響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上次那個蘇寒是到那個會議室去錄 因為那個會議室是那個 要用筆電 OK 用Wi-Fi 我怕 它在那邊OK嗎 Wi-Fi OK 其實妳們以後如果要開會 我們 像我們都會用這些 公庫會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它可以同時有好幾個 所以妳們可以有好幾個不同的現場 同時來視訊開會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Hand out的帳號 它就可以直接 對 是蠻清楚的 對 Google的帳號 清楚是因為我們這邊是用那個HD的那個Webcam 對它的畫面會比較好 好的 對 然後 欸 秀琪在旁邊了嗎 回來了嗎 有 在旁邊 秀琪可以聽得到嗎 他聽不到 因為我用耳機 我放得出來 跟妳說 好 就是說 等一下我請秀琪要提醒一下那個小巴 就是大概兩分鐘的時候給她一個暗號 給她一個手勢 對 對 我這邊會計時 請秀琪那邊也計時一下 替這幾次嗎 老師你可以再隨次嗎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 我們會錄兩段 第一段是15分鐘 但是到了13分的時候請秀琪給小巴一個手勢 OK 表示剩下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OK 那我這邊會計時 那妳那邊也計時一下 就是從我開始講的那個時間開始計這樣 好 那我拿一下那個手機 好 他去拿手機 好OK 所以小巴那個題目OK嗎 這些題目 OK OK OK好 好 那就是如果 如果到時候我們中間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東西可以再加 或者是要調整的 你再跟我講 好 老師我剛剛有位秀琪 他說這是一個網路直播嗎 所以就是不會有NG 不會咖 我們就一直講 會 會 其實他直播我們 並沒有真正的直播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說 我不知道那個PN那邊有沒有把那個直播做同步 那如果有的話大概 呃 他不是正式的播出 我們會再做後製 所以如果你想要停或者是說 有什麼東西要重講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剪輯 他會變成一個完整的節目這樣子 OK 那就是 呃 如果中間需要討論 或是什麼 我們就先暫停 這樣卡掉暫停嗎 可以 如果有必要的話 有必要的話 好 了解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秀琪說 我開始報那個節目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 好 老師有個問題是秀琪他聽不到 所以 你要你要上這個嗎 你用你的帳號上hand out 不用不用 那個 沒關係小八我們就開始好了 對 好 好 OK 好可以好 那就回到前面來囉 那我就 我就開始了 您現在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那在之後我們會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燦爛時光網站上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完整的這個節目的播出 那今天的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議題 在我們今天是禮拜五錄音的這個當天 其實是7月18號 在去年的7月18號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所謂的政治史上 或是社會運動史上 其實都發生一件讓人家覺得非常憤怒的事情 就是在大埔事故當中的張藥房 在7月18號的時候 他是被強制的拆掉 那這個劉正宏他說這是天赤良心 因為大部分的聲援的群眾以及大埔事故 都到台北的總統府來陳情抗議 沒想到劉正宏卻又在這個時間去做了這樣一件事情 所以引發了非常非常多的憤怒跟難過 那今天是這個大埔事件這個強拆發生的一週年 那公民心動影基督資料庫 除了在過去這幾天 不斷的把這個過去我們拍攝的影像 來重新的回顧之外 我們在今天也特別邀請到了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 林樂希小巴 來跟我們一起來談這個一週年 所發生的各式各樣的事情 小巴你好 管老師燦爛時光的網友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知道在今天的晚上 就是我們在錄音的這個晚上 在這個苗栗大埔藏藥房的原子 有一個活動叫做公益不會忘記 718大埔強拆週年紀念這個活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它想要去表達什麼樣的一種 一種訴求或是一個想法呢 是時間過得很快 那一年前的今天就是大埔的這個似乎 被苗栗縣政府搶拆的日子 那這個在抗爭的這麼多年以來 那其實大埔不要說這似乎 包括這其他的整個自救會的農民 跟其實很多聲援的朋友學生 其實心裡其實最掛念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希望讓這個土地腐爛徵收的事情 不要在其他地方再繼續發生 那我覺得其實在大埔的這個事件裡面 其實也讓我看到了特別像是張藥房秀春姐 她在這個部分一個很堅定的一個力量 雖然說家沒有了 家在去年被拆掉這件事情讓大家非常難過 那這當家房子拆掉之後很多人其實也在想 包括秀春姐自己都在想說那還要抗爭嗎 家都沒有了 是不是要重新怎麼繼續生活還是真的要繼續抗爭嗎 但其實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感動的是 特別上是秀春姐他們這一路以來 他們把他們自己這麼苦痛的被強拆被壓迫的這個經驗 然後升華為對於這個制度的反省 那所以其實今天那在苗栗 然後有很多關心苗栗的其實很多是青年朋友 那是由這個捍衛苗栗的青年 他們來主動的發起就是紀念大埔的這個 一周年強拆的這個紀念的活動 那他們會在這個大埔的原址 他們會有彩繪那面牆壁 然後會放影片 然後邀請就是當地的自救會農民居民 然後一起一些聲援的團體學者專家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有一個最大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希望大家整個社會 特別是政府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都不要忘記大土事件所在給我們 這個整個社會的傷痛教訓跟成本 那我必須要去修改法律制度 然後讓強拆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我想我們待會會花更多的時間來談 這個所謂的土地徵收相關的 這個法律的制度上面的問題 那不過在這個所謂的大埔市戶 對絕大多數的台灣的民眾來講 他可能只是新聞事件 裡面的一個元素或者是一個場景 但是很多人他其實會想要更持續的了解 或關心這事戶的居民 當他們面臨到這麼大的衝擊的時候 在這一年來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 他們的心情是怎麼樣 他們又是如何度過這個 讓他們覺得非常強大的一種 所謂的震撼跟心理的壓力呢 其實這一年坦白講 就是過得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想其實最讓人傷感的 或許就是這個張藥房的張曾文先生 那在房子強拆的兩個月後 就是整整是滿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是在中秋佳節的前夕 因為他不堪這個強拆之後 就是這種所有的精神上的創傷跟壓力 那他選擇的離開我們 那其實真的是過去政府 然後很多的這種開發的部門 他們都覺得說好像只要給個補償 然後給一點這個金錢上的支持 那居民就應該要滿足了 那我覺得其實張生文大哥 他是用他的聲明在提醒我們說 其實所謂的一個家 真的不是價錢的問題 那這個跟他們整個的 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記憶 地方的認同 其實都是緊緊的綁在一起 所以其實你今天把這個家 拆掉了他的記憶 他的認同 他的身心其實無處安頓 你在這個完全不是用金錢來彌補的 那除了張生文大哥做這樣的選擇之外 那我覺得其他的居民 其實選擇也是很辛苦的方式 他們重新面對一個全新的生活 然後繼續留下來 那我想特別提一下的就是這個 洪秀春蓬大姐 那他們房子被拆了之後 包括原先的那個小店鋪也都沒了 其實對不只是說沒有居住的地方 那原本的這個家庭的生計 都出現了很大的這個困難 那我想特別一提的是說 洪秀春蓬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體貼的人 那其實早在這個大寶強災的前兩年 就是2011年的年底 那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土地腐爛徵收的個案 一直層出不窮 那我們也在這個台北一直呼籲要修法 所以在2011的年底 那時候我們曾經把那個土地 就是說條例的修法的版本 提進立法院 那在當時就有進行這個 這個法案的修法 那那年因為在修法的時候 會期是在冬天其實非常冷 那土地的農民來台北街頭抗爭聲援 其實大家非常寒冷 那時候孫姐她一直都很喜歡 熟做一些非常健康的一些加工品 所以她那時候就想說 在冬天的時候還要到台北的街頭抗爭 就是寒風寒風細雨 就是非常寒冷 所以她就試做了一些薑糖給大家吃 那就是大浦江糖這樣子 那後來在各式各樣的抗爭場合 她也都會做一些這些 然後就希望用這些 她自己親手做的這個大浦江糖 可以溫暖大家的心 溫暖大家的身體 然後有力氣繼續抗爭 那在去年強篩之後 那許多許多關心的朋友 那她們也都一路陪伴著修春姐 那在她們家裡的這個生技的來源 也完全沒有了之後 也一直在想說 那怎麼可以協助她們繼續 在她們的生技上 可以繼續有一個支持 那所以後來呢 修春姐就把她原來在運動上 支持大家 溫暖大家的大浦江糖 那就更正式的開發成為一個 就是這種手作的產品 然後她也到這個農民的市集裡面 來賣 然後作為她自己的一個 新的生活的一個 新的這個生技的來源 那我想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幾年的抗爭裡面 那修春姐也知道 就是說很多的人在支持著她 所以她後來在想要做這個 大浦江糖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那種體貼也是非常反饋的 就是她其實也在想說 那她要怎麼透過這個大浦江糖 來支持台灣的農業 跟支持台灣的農民 那個薑糖的原料 不管是薑糖 或者是這個麥芽糖 砂糖 然後米麩 米麩這種東西 那她其實也都非常用心的 到台灣的四處 去找尋這個合適的原料 然後找尋合適的小農 然後她也是透過這個 因為我知道加工品其實會 會是需要一個非常穩定的 這個農產品這個來源 所以她也透過這種方式 去支持台灣其他的小農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看到蠻感動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讓大家覺得非常感動 那其實我自己有吃過大浦的薑糖 其實這個品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有機會的話 都應該來支持 那特別是她所支持的 不是一個這個食品的本身 而是一個價值 而是一個理念 這是剛剛就像小八所談到的 這個在背後整體的 這個農業的生產的過程 跟土地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小小的動作 其實它就彰顯了非常大的 一個意義的存在 那我想小八也是一個行動者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不管是小八或是在背後更大的 一個台灣農村陣線都參與了台灣的農村的 這個所謂的改革 或者是在這個農村的 這個所謂的搶救的行動當中 我不知道對小八你個人來講 在這幾年的參與當中 有什麼事情讓你其實是非常非常難忘 或者有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深刻 而這件事情其實可能也會成為你自己 或者是成為很多在支持農運的朋友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呢 事實上上禮拜才剛從 上個週末才剛從大埔回來 那上個週末去大埔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經驗 那現在是七月嘛 那七月中 那剛好是這個第一期的到做收割的季節 那在睽違的四年之後 然後四年前那苗栗縣政府他們曾經派怪手到這個大埔的 不願意被遵收的這個農民的這個稻田裡面 那派怪手隨便的到這個田裡面胡亂的挖 然後把這個其實已經剛要結穗的這個稻子稻梗全部都毀壞了 那經過了這四年的抗爭協商 然後還有非常非常多很複雜的各式各樣的細節 那雖然大家印象中好像就是三四年前那個時候 行政院長吳敦曾經有答應畫地還農 那好像農民都已經拿到土地 好像沒什麼事情 而事實上不是 因為其實苗栗縣政府把這個農民化給農民之後 因為苗栗縣政府其實真正心理上也不關心農民的權益 也不關心耕作這件事情 所以地化給農民之後其實沒有水源 那其實是一件是一件蠻荒謬的事情 非常荒唐 對所以事實上在這三四年的時間裡面 大埔的農民們還是非常在各式各樣的場合 然後跟縣政府開會協商 然後確保他們的這個耕作的水源土質 然後都能夠達到這個耕作的要求 所以事實上這過去三四年裡面 這個大埔的農民雖然得到了一個畫地還農的這個承諾 但他們從來也都沒有輕鬆過 那一直到今年的年初 那這個總算就是農地的這個部分 總算就是基本上是有處理到一個階段 那所以今年年初的時候大埔的農民也就開始的插秧耕作 那經過了這個半年的這個工作的這個期間 今年就是剛好是這陣子 那他們在收割這個稻米 所以我到這個大埔的這個農民的家裡 然後看到他們的那個稻子 就是真的是結實累累 那想到四年前就是在同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那個畫面就是怪手挖過 就是撵過那個農地的那些怪手的那種挖土的痕跡都還在 然後稻梗東倒西歪 然後農民都非常非常難過 但是對比四年後的今天 那那些稻稅又重新長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不只是給大埔農民一個很振奮的一個力量 我覺得其實也給全台灣很多地方的這個受到相同的壓迫的農民跟居民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就是說其實這個開發的行為是不正當不正義的 那大家其實只要堅持下去 那我們喊出的這種量是主權 土地政一定會實現 那就是大家只要繼續的保持這個我們堅定的信心 那我覺得其實大埔給了大家很多很多正面的能量 鼓勵大家繼續可以抗爭下去堅持下去 在2010年的6月9號 苗栗縣長劉正宏用水泥柱把這個大土整塊的農地是把它隔絕起來 那也禁止了 除了居民以外的人進入 到了隔天 他就會把怪手開進稻田裡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面 在很多地方就看到這個非常 讓人家覺得非常驚恐 而且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畫面 從那一刻開始 其實台灣的農業其實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這個挑戰除了來自於國家的暴力之外 其實也台灣的農民也開始面臨到一種新的團結上面的挑戰 因為他們要開始 我們要開始對抗這個國家的暴力 那小八剛特別跟我們談到說 其實當我們看到慢慢的農地的成果 慢慢看到這個抗爭的過程當中的這個團結 這個力量其實是讓人家覺得更為強大的 不過我想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單純的 沒事什麼東西來 我們就來回應的抗爭 而更重要是在整個土地徵收的相關的法律 在整個農業政策上面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去改變的可能性 待會我們休息之下 之後我們就來繼續請教小八 我們要從所謂的土地徵收的相關法律 來跟他談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好 小八有沒有什麼要再補充的 還是上一段的東西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沒有談完的嗎 好像還好 還好 你有覺得有什麼需要補充嗎 我覺得我覺得OK 還是修琴沒有聽到 還聽不到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第二段好了 好 王老師說謝謝第二段 還是你可以談 不過沒關係 他是說繼續同一個嗎 還是要再發一個新的 不用發一個新的 他說不用發新的 對就直接這樣錄 直接繼續 好 好 對對對 你剛剛講說沒有水是怎麼回事 沒有灌溉水源 沒有灌溉水源 所以那時候畫地還農之後 是沒有把水源接上的嗎 還是說他把水斷掉還是怎樣 他有點像就是像都市計畫裡面 比如說你會畫一塊公園綠地這樣子 那他就是類似就是用公園綠地這樣子 我畫一塊填給你 但是他沒有去想說那這塊地 這個灌溉水源 因為那個水浸要接啊 對 那包括那個水浸設計的一些高低差 那灌牌這些東西 他其實完全沒有考慮 他就是那種紙上作業 就當做 就把農民要種田 他就當做是一塊公園綠地這樣 就畫給你 你要我就畫給你 但是完全沒有考慮這種種作的一些 需要的這些設施 那這個已經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他已經執行的畫地還農這件事 他就是另外 那原來的土地是被徵收了嗎 就他已經在這個執行了嗎 是不是 你說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就是已經開始 這些農民是到別的土地去種植了嗎 還是說他還是在一個規劃的階段 大部分是在原來的地方 但是因為就是有灌溉水源的問題 嗯 所以小部分有些農民 他們的田本來是可能是在別的地方 嗯 那因為這些灌溉的這些設施必須要集中 嗯 比較方便灌溉 所以後來有等於是把這些 就是集中發成一個農業區這樣 都市計畫裡面的特定農業區 嗯 嗯 OK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下一段 好 那你跟秀琪講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下一段 OK 好 我們要開始了 歡迎再一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長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議員記錄資料庫 還有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節目 讓大家了解到在台灣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以及這個社會運動 它背後更複雜的一個在制度上面 在一個結構上面的因素 也就是說我們不希望大家看到的 或是我們期待大家在看到所謂的衝突之外 還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背後的問題 那今天在錄影的時間是在2014年的7月18號 在一年前的今天 這個大譜 這個視乎遭到苗栗縣長劉正宏強制的拆除 那這個強制的拆除的事件 其實也讓許多人感到非常的憤怒 但是也讓很多人對於所謂的政府的 這種所謂的粗暴的行為 有更多的不滿 也採取了相關後續的行動 到了在8月18號的時候 在去年8月18號就是台灣第一次佔領政府 818拆政府 但是讓人家覺得比較悲傷的事情是在 9月18號的時候 這個張森文先生被強拆的事故之一 張藥房其實他選擇了離開我們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龐大的 一個社會的壓力 這個壓力不只來自於這個所謂的土地徵收 更來自於背後的一個價值 這種所謂的發展主義的價值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林樂希小八 小八你好 官大老師燦爛時光的朋友們大家好 其實我們在剛剛談到的是 在大埔的被拆遷之後 包括行動者還有包括我們大虎的民眾 特別是剛剛談到的秀春節 他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當然從一個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 他不是只有去輔助弱勢 或是協助這個所謂的弱勢發生等等 其實他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在一個制度上面 是能夠更公平更合理的 一個符合正義的原則的一個制度的建立 那其實農村陣線其實去 除了一種所謂的協助這些相關的農民之外 其實在這段時間 也去推動了這個土徵法的修法 那特別在今年年初 也提出了這個重新提案的土徵條例 可以請小巴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農政或是一些相關的學者 專家所提出的這個土徵條例 跟官方他之前所提出來的這些條例 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那為什麼你們要提出這個所謂 土徵條例的這些相關的修正意見呢 好的 那我想大埔這個個案這個事情 其實讓我們整個全台灣的社會 都看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台灣 對於土地腐爛徵收的這個現象 以及制度的這個不合理 那所以我們其實很早就提出來說 要需要透過修法 然後需要改變這個制度 然後來讓這個腐爛徵收的事情 不要再發生 那事實上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就有把我們的這個民間版本的這個草案 送到立法院裡面去修過一次 那那個時候是上一屆的這個立法委員 那很坦白的講就是說 其實在立法院當時 包括朝野的這個比例的分配 其實也比現在還要再更不均衡 所以我們上一次修法的成果不太理想 但即使是這樣子 我們也得到一點點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那就是我們在這個土爭條例裡面 有說這個加了一條就是特定農業區不得徵收 那所謂特定農業區其實是我們在過去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農業的這個耕作 那不管是水源啊土質啊 其實都要很投入很大量的這種公共建設 那才有辦法維持一個很好的這個生產的環境 那過去幾年我印象還蠻深刻的是 因為我們有參與這個農民之路是一個國際 像最大的一個農民團體 我們去過一些國家參訪過 那我們台灣在去年也曾經翻過這個農民之路的 東亞跟東南亞的這個區域會議 那很多其他國家的農民也來台灣 走一走看看來參訪 那我們有一個很深刻 我們都共同有一個很深刻的發現 其實這種農業的這種設施跟灌溉 是需要非常大量的這種國家的這種投入跟興建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台灣非常非常幸運 因為我們在半個世紀之前 我們做了其實那當時的政府有做很多事情 包括土地改革 包括這個農地重化 然後包括這個水利設施的這個興建跟這個規劃 這個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所以坦白講我們台灣的這個農業的生產環境 就一個全世界各國參訪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那我們有這麼難能可貴的這個生產的條件跟環境 但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農地卻這樣一塊一塊的流失 那這個是其實坦白講就是很多這種國外的朋友來參訪台灣 他們覺得大禍不竭的 因為他們覺得覺得不可思議吧 對對對他們覺得天啊就是台灣的這個生產的環境這麼好 然後很多這種農業的這種設施公共設施做的這麼完善 結果竟然我們的政府不知道要珍惜 特別是現在這個能源危機啊石油危機 然後全世界這種糧價都越來越高漲 我們過去覺得台灣做農業不划算 我們透過自由貿易跟國外來買好像比較好 但現在已經我們現在是面臨到一個全新的挑戰跟一個很嚴峻的這個環境 那糧食主權的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越來越多的這個國家 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重視了 那已經不是說這種我們台灣就只要發展3C 然後就是交給自由貿易就可以解決的這種事情 那所以說到我們這個修法 我們在上一次修法的時候 我們是有把這個特定農業區不得徵收 把它修進這個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但是也還不夠的是說 事實上這個特定農業區雖然說不得徵收 但是國家重大建設除外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沒有百分之百的反對徵收 因為我們覺得在某些就是說 真的是有符合公益性必要性 然後以及這種很嚴格的這種徵收的這種 法定的這種條文規範的時候 我們認為就是也許也還是要保留徵收這個工具 來作為真的如果國家需要做一些公共設施的時候 我們還是必須保留這個工具在 但現在最大 對 那在這個土地徵收的這個部分 其實會有一個爭議嘛 就是你剛剛特別談到的是說 什麼叫做國家的重大建設 那或者是說放在更小的一個範疇來講 就是包括農政的朋友 或是包括徐盛龍老師 很多人都談到所謂的徵收的時候 必須要所謂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這個會不會是其實在很多這個 在評估上面 或是在徵不徵收上面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或者是一個模糊的地帶呢 是的 現在就是關於什麼是公益性 什麼是必要性 以及什麼叫做國家重大建設 那我們這個東西其實也是透過許許多個案 然後在政府的這個法定的程序裡面去討論 去開去把這個論述的平台 然後去打開來 這有一點點像是 比如說像今年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 就是在審福茂 對 那我們其實沒有法 所以我們後來在福茂上面有一個訴求 就是說我們其實需要有一個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 我們需要有法源 我們才知道什麼來審 那其實今天的這個國家重大建設 也面臨到同樣一個問題 我們完全沒有法源 我們沒有依據 所以到底什麼叫做國家重大建設 那我們需要怎麼審 那坦白講 現在政府他說了就算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在透過許許多個案 然後去重新把這個國家重大建設的這個相關的制度 定義然後程序做一個討論跟擬清 那也把這個模糊地帶我們就打開來 這個就是需要我們整個社會共同來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今年這個是我們之前修法的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那我們今年也提出了一個更大幅度的這個修法的訴求 就是我們建議是要把區段徵收的這整個 對整張都拿掉 那事實上就是說我剛有提到就是我們認為國家在進行 也許在進行一些必要的這種公共設施的時候 當然就是那個必要性跟公益性是我們需要再去做一步 進一步的這個釐清認識鬥爭的 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這個區段徵收 是目前所有這個腐爛徵收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腐爛徵收的這個造成這個的最大的這個來源 所以我們是想要把這個區段徵收整張都拿掉 那我們留下就是一般徵收 那所謂的一般徵收就是也許是真的要做公共建設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還是保留了這個徵收作為國家強制性的一個工具 但是事實上我們反過來看這個區段徵收 它其實不算是這種我們應該是說這個區段徵收 它有一點點像是一種強制性的合作開發 那它其實是一個把這個比如說農地變成建地 然後透過這個都市計劃然後來其實坦白講是一個炒作地皮 然後彌補地方政府的財政市制的一個工具 那坦白講它已經背離了原先這個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在定義的這種徵收的這個意義 它其實就是一個合作開發的計劃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把這樣子的一個合作開發計劃 從土地徵收條例裡面拿走 就讓徵收回歸徵收就是一般徵收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區段徵收它其實是因為 它其實是這個合作開發的計劃嘛 那合作開發計劃就應該要走合作開發的這個程序 那不應該是由政府然後假裝說這是一個很 有很大的公益性的一個國家的一個計劃 它其實就是一個合作開發計劃 那如果既然是合作開發計劃的話 那這些開發人他們應該是平起平坐一起做下來一起討論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開發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把這個區段徵收 從土地徵收條例裡面整個拿掉 那它如果是合作開發 它就不要假裝它是一個國家的這種公益性的這種重大建設 它就去走這個合作開發的程序跟這個相關的法律 也就是說你的意思是說 在原來的一些所謂的土地徵收的這些條例當中 會有把這種所謂的跟廠商合作的這種所謂的做法 用假借區端徵收之名來進行這個所謂的實際合作支持嗎 對 那就是說土地徵收條例它坦白講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嚴格的工具 因為它為了要去比如說當有一些這種真正是有必要性的這種公共設施的時候 它是賦予了國家非常大的權力 那可以把農民或者是一般人民的居住的家園或者耕作的土地拿過來 那坦白講這個是賦予了國家非常大的這個公權力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認為就是說保留這個工具也許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是像是這種其實是合作開發的計畫 其實都是在炒作地皮 然後其實是要彌補地方政府的財政資資 那還真的不能賦予政府和國家有這麼大的權力 來搶奪人民的家園跟做的土地 那它如果是 其實包括之前這個桃園縣縣長 苗栗縣縣長劉振宏都講過類似這種徵收 其實在對所謂的財政刺次的這個彌補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那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把這個這個土地的這個所謂的價值或者權力 基本上來講透過這個法律讓渡給這個地方政府 他可以隨意的去透過區段徵收的方法去 傷害農地以及傷害人民的生計 那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這個小巴 我們知道這個大埔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個案 那在台灣其實也還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不斷的在出現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的觀眾朋友或聽眾朋友說 在台灣目前還有哪些的這些地方 他面臨到同樣的徵收的問題 那也可以讓我們有的 我們的聽眾朋友 也許可以有更多的關心跟行動的參與 好的 其實從南到北 就是這個政府的這個開發的計劃 其實還是層出不窮 那比如說現在全台灣最大的這個開發的計劃 其實是在桃園的航空城 沒錯 那有將近有三千公頃 但是我們也在前一陣子的這個新聞的報導上 我們其實也看到了我們原先預言 我們說這個土地炒作這個黑箱的這個利益 其實都不是空穴來風 我們看到了這個就是桃園縣的這個葉世文 那他是之前的這個應建署長 他因為這個土地炒作開發的這個受惠的這個疑點 然後有被被檢警調查 那所以其實我們想強調的就是說 政府過去都會以這種 我開發這個會給地方帶來多少的就業機會啊 然後帶來多少的GDP的成長啊 事實上我們在這個目前看到的很多的這個開發案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地方就是荒野漫草 那像坦白講我上禮拜去大埔的時候 我除了看到那個農民的農田收割之外 我其實在那邊有看到大概好幾十個建案正在興建 但是相反的就是說 當時縣政府要承諾給地方說 我有開發這個計劃會帶來幾千個幾萬個工作機會 那些工作機會在哪裡其實大家都沒看到 但是你現在去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好幾十個建案正在開發 你都很能想像說那個地方怎麼會住那麼多人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就是比如說像是大埔 然後航空城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台北的這個淡海二旗 我們看到這個台北的這個北郊的這個淡海 事實上淡海一旗都還有很多地是荒野漫草 但是現在二旗又要開發 也讓大家感到大禍不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特別是剛剛小巴特別提到的是 很多的這種所謂的開發案 他都是假借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開發之民 這開發之民其實他常常 對於所謂的農業是非常大的這種傷害 甚至他其實背後隱藏了更大的 這個所謂的鎮商的利益 事實上很多的國家都已經把農業 把它升高到一個所謂的國家安全的 這樣一個層級 他絕對不是一個因為他跟糧食自主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我們從這個大普的事件 也談到了這個土爭法的修正 那我們又希望 我們除了在關心個案之外 也可以更回過頭來關心 這個影響到整個台灣土地 或是農民的這種所謂的權益 跟整個糧食問題的一個徵收 的這個土地徵收條例 今天非常謝謝小巴 在我們節目當中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之後我們還有更多的這個機會 我們今天會來跟小巴一起來討論 謝謝小巴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那個時間差不多 好 我讓雅起聽 好 OK 謝謝 謝謝 你們還有要講什麼嗎 喂 小巴 嘿嘿 剛剛妳是不是有一段還沒講完 妳是不是還要再講其他的例子 沒有關係 其實要講的大概都這樣 本來是想帶到樸玉但沒有關係 好 OK 我想說好像切斷了妳的話 對 那要不然就先這樣好了 好 好 OK謝謝 那妳再把 要停止播送嗎 還是 給秀琪好了 嗯 妳先把那個耳機給秀琪好了 好 OK 現在要停止播送嗎 對 停止播送就結束了 然後他就會 他就不會再播放 所以他現在應該已經都存在 那個PNN的YouTube上面 OK 然後小巴也可以先去PNYouTube上 如果他如果你們當時設定是有開放權限的話 嗯 那時候是開放給所有人嗎 還是 嗯我沒有注意耶 我不知道那個權限是什麼 好沒關係可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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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